过年前送礼的季节 不过现在呢 宅配很忙 那么业者呢 就把到货封关日 提前到20号 也就是说 你现在才要送的话呢 没有办法指定 在这个21号到大年 初一之间到货 想要年节 这前后几天收到 只能碰碰运气了 年货包裹一箱箱 邮局宅配业者 进驻年货大街 帮你寄到家 不过想在过年 那几天收件 得碰碰运气 花期包裹 没问题 半年货定年菜 想要宅配到家 不过年前 宅配量暴增 已经有业者封关了 28号到30号 除夕当天是配送高峰 以宅集边为例 这三天客户 不能指定送达日期 而宅配通的 低温配送指定时段 更提前到20号封关 邮局今年在宁货大街 提供快捷服务 可以指定配送日 但只有常温服务 包裹快捷送的服务 是服务性质的 所以我们这边的弹性 会稍微比较大一点 除了提早以外 不能自己带回去 一个礼拜的话 也许我可以忍受 业者统计 今年低温配送排行 最热门的是高档水果 年菜排第二 海鲜也不少 包裹增加了两成多 在交通上面 都是比较拥塞 所以没有办法 完全依照客人的许多 但是我们会跟客人再联络 那至于低温的部分 我们原则上都 至少都要在隔天 都把它配送完成 宅配过年爆量 业者加派忍受 以原本有7000名司机的 民间业者为例 得增加1300名临时人力 还得多租900部货车 才能应付 消费者想在年节 精华时段 指定到货 提前寄送 是不二法门 记者范基文 台北采访报道